鲜是中国菜最平常 但又最高妙的一种境界 它不在五味之列 但又超越酸苦甘心咸 成为味觉之外更为玄妙的享受 安徽水网交错 无塘密布 有着豐富的淡水鱼资源 江南鱼米之乡的豐饶与温润 最能显见于口腹之道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桂鱼肥 凭着一首绝句 桂鱼在中国最优美的诗歌里 悠游了千百年 鱼羊为先 对于地道的安徽人来说 鱼咬羊才是桂鱼 根植于心的味觉记忆 鱼咬羊的选料 及其讲究 桂鱼要选用三四月份 桃花盛开时候的新鲜桂鱼 这个季节的桂鱼肉质最是肥美 羊则选择二至三年的 寄西本地山羊 灯圆河畔的青草经过清风细雨的疏离 养分足无污染 羊在山坡上自由奔跑 体内容养量高 肌肉饱满而鲜红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做一道桂鱼的名菜 叫鱼咬羊 鱼咬羊 以前我会交给你吧 对对 做一道桂鱼 做一道桂鱼的 你可以用你的两个字的示范鱼做 那我把食材准备一下 对 就这样定了 好 汪志国跟着师傅范金平 学了二十多年厨艺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一直致力于菜品的研制和开发 对于鱼咬羊 他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今天他要向师傅做一个汇报 同时也接受考验 在鱼的选择上 汪志国选用了石斑鱼 石斑鱼生感其慢 一般体重不超过一百克 身长不过十五厘米 别看它个头小 但健壮有力 喜欢逆肌流而上 正是这一特性 成就这一块应该有 尤特的口味 我尝出 尝出 尝出 尝出了 尝出了 正宗石斑鱼 这还是一条母鱼 江壮石斑鱼 切铁钢 特技发财 由于野生石斑鱼 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 捕获难度也很大 所以今天人们 多以养殖的方式 获取这一口 念念不忘的鲜美 来 这个就是石斑鱼 这个鱼可以烧来 可以 传统鱼咬羊 用的是新鲜贵鱼 对于范金平和汪智国来说 这既是厨艺的对决 也是观念的碰撞 传统鱼咬羊 是一道讲究刀工的名菜 范师傅踢鱼骨 只需要一双筷子和一把刀 筷子从鱼嘴两侧插入鱼腹中 将腮和内脏一并搅出 刀是特制的踢骨刀 刀长三十厘米 宽二点五厘米 这把刀跟随了范师傅四十多年 从鱼脊柱的地方平着插入 依靠精确的手感和经验 将鱼骨完整取出 与此同时 汪智国正在清理石斑鱼 将新鲜石斑鱼去净鱼鳞鱼腮内脏 洗净沥水后加入葱姜汁 料酒 腌制入味 下一步是制备羊肉馅 将去皮的羊肉切成小块 为了口感鲜嫩 需要加入少许肥镖 剁馅看似简单 却也能看出师徒二人的差别 汪智国单刀飞舞 范师傅双刀错落 剁好的羊肉馅加入葱姜汁 盐 鸡精 料酒 充分搅拌上劲的羊肉馅 是保证菜品品项和口味的关键 传统鱼咬羊 羊肉馅从鱼腮处慢慢腮入 量的把控非常重要 多了容易将鱼撑破 少了影响菜品的美观 新式鱼要羊 羊肉馅由腹部剖口处放入 然后拍干淀粉封住鱼肚 以免油炸时露出 两者的烹饪方式截然不同 传统方法取砂锅 加入适量用鱼骨熬制好的龙汤 煮开后放入桂鱼 加少许白酒 炖制鱼腹中的羊肉熟透 再加入新鲜虾仁 少许盐 鸡精 撒上香菜即可出锅 新式鱼咬羊 铁锅蒙火 将大豆油烧至六成热 下入十半斤 鱼肉熟透 表面呈金黄色捞出 撒上椒盐即可 吃什么这个 哎呀 师傅这个鱼 好多年都没做过 也没吃过了 现如今 生活节奏加快 食客既想享受美食 又不愿花时间等待 于是 越来越多的厨师 放弃了鱼咬羊的传统做法 汪志国的新式鱼咬羊 外酥里嫩 内藏锦绣 一经推出 就获得了食客的追捧 今天这鱼做得不错 范师傅虽然恪守传统 但也明白 徒弟的顺食变通 才能让家乡志味 更好地传承下去 这些传统菜 你要把它留上下去 你就要叫你的土地 土地土地叫他们做 师傅给你来 你吃 好